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这知 贫苦多愿 横皆我愿 菩萨不失等念缘亲 温念旧恶不增我人 贫苦 不仅仅包括一切的物质 同时也包括到精神这一方面 如果真正有智慧 虽然贫苦他会很快乐 他不会跟众生借卧缘的 我们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 孔劳夫子的学生言回 物质生活就非常贫乏 那么在一般人都会觉得非常忧虑 但是我们从孔子口中明了 言回不但不以为苦 而且以为乐 所以夫子赞叹他了 他那个生活是人不堪其忧 说回也不改其乐 可见得他的生活是非常快乐的 这平而落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地方的贫苦 重点一定还是要在道德方面 在道德 在智慧 人缺乏道德 缺乏智慧 那是真正的贫苦 因为我没有智慧 那就愚痴 愚痴总是生烦恼 也就是贪嗔吃慢 会特别严重 当然就会给一般人一切的无恶 痕迹窝缘 这个是免不了的 菩萨不诗 等念冤亲 不念旧恶 不增我人 这几句话实在说呢 即使不学佛的人 修仁天佛报 也应当要遵守 不诗 特别对于贫苦之人 只有菩萨有智慧 只有菩萨有智慧 菩萨晓得理事因果 那要帮助众生 第一呢 就是要不诗 不诗 是无条件的 增语 无条件的供养 众生 缺乏 在必要的时候 是要帮助他 不诗供养里面 最重要的 是发布诗 因为一切众生 决定不能依靠别人的布施供养 过一辈子 那这个人 有罪 什么罪呢 前面讲了 懈怠懒惰 依靠别人供养 自己不能够独立生存 他就有罪过 直接受供养 而不懂得回馈 那哪有这种道理 因此 当众生 在贫穷苦难的时候 这个布施供养 做救济的人 一定要帮助他 开智慧 一定要帮助他 获得能力 那么由此刻之 布施供养里头 最重要的 是教育 不但要叫他有智慧 还要叫他有技能 我们今天所讲的 技术能力的教学 伦理道德的教学 这种慈悲 救济 才算是真正圆满 布施要平等 所以要等念 缘亲 等是平等 这个念就是对待 以平等心 对待 缘是缘家对头 轻是你的家亲眷属 为什么 如果你有 我只对待我的亲属 我不肯 布施 我这个冤家在主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的生活 就不能够 得到 安全 平静 为什么 这些冤亲 债主 一定要找你麻烦 中国古老的 谚语常说 一家保暖 千家愿 迷失 大家 怨恨的 对象 怨恨的 目标 你还会有 好日子过吗 社会 要怎样才能安定 世界 要如何才能 和平 那就是 缘亲 平等 无论 哪一个人 那么在今天 大的社会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 是哪一个族群 各个不同的文化 菩萨 平等 对待 平等 不施 供养 这个社会 就会安定 世界 就会和平 人民 幸福 我也 幸福 社会 兴旺 我们家庭 也会 兴旺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 所以 决定 不能够有 偏心 决定 不能有 平安 过后 这两句 尤其是 化解 冲突的 最好的 方法 不念 就我 不增 我人 过去 这个人 过去做些什么坏事情 只要他能回头 回头 是暗 回头 他就是好人 不可以 老是记着他 从前 这个 悟行 悟念 悟行 不可以 应当 要原谅他 要宽恕他 这是大人之心 不增 我人 我人 为什么会做窝 前面说了 他贫苦多月 这个人很富有 富有是财富富有 他智慧很贫苦 他没有智慧 他糊涂 所以从德行 从智慧上来说 他很可怜 他真的贫苦 所以他容易犯罪 容易做错事情 他这个烦恼吸气 非常重 受不得丝毫刺激 只要有一点点外缘 刺激 他的烦恼吸气 他就会现行 他就会发作 佛菩萨看这种人 就是经上常讲的 颇怜民者 他做的这个悟行 佛菩萨不念旧窝 不增过人 他要不要受国报 当然要受国报 因果 是自然的定律 不但是反复造悟因 要受过的国报 就是 祝福菩萨 在门犹修成 道业之前 所做的这些罪业 他还是要受报 释迦牟尼佛 诸位在经典上看到 有麻麻之报 释迦牟尼佛 这是释迦牟尼佛 他这些族 过去身中造的物业 受流利王 灭族 这个国报 佛不能救 英年古报 这个事情 只有自己承担 自己去承受 佛菩萨大慈大悲 对你一点 都帮不上忙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你真正懂这个道理 你才会不念旧窝 不增我人 你的心平等 平等 你也才能消除 消除还要不要受国报呢 还要受 众罪轻报 报的时候会轻一些 你自己很清楚 很明了 这就是古德讲的 不媚英国 不是没有英国了 不媚英国 清清楚楚 明明白 因此 我们自己想着 不愿意受的那个国报 千万不能造阴 你要造了阴 需求将来避免那个国报 那是愚痴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 佛门都常讲 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道理就在此地 特立贫困 化解 冤结 最重要的 还是教育 尤其是 尤其是 圣贤的教育 伦理 道德的教育 如果 如果 把这一段事情 疏忽了 那么社会 就生病了 今天有许多人讲 地球生病 这个话讲的没错 地球生病 就是地球上 居住的这些众生 社会生病 产生问题 所以 古时候 没有这些问题 现在 有这些问题 我们细心去想想 去回顾过去 展望将来 多少 能有一些 起始 古时候 在东方 有圣贤的教育 在印度 有佛法的教育 在西方 有宗教的教育 所以社会 赖以 安定 和平 人民 能够过 正常的 生活 到最近 这一两个世纪 由于科学 技术的发达 人 以为自己 很聪明 自己 很能干 不需要佛菩萨 不需要 圣人 也不需要 宗教 完全凭着自己的 好物 靠着自己 过去身中 修集的一些佛报 随身自己 烦恼 吸气 佛菩萨 走了 圣贤人 离开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没有 圣学 这是 今天 社会的 病态 所有一切的 灾难 天灾 人祸 根本的原因 那么由此 我们会 联想到 如果一个人 存心 学习 圣贤的 教育 推广 圣贤的 教育 你说 他的功德 有多大 一切 祝福 必然 互念 龙天 善善 感激 如果还随顺 自己 烦恼 吸气 稍稍不如意 我要把你摧毁 我要把你灭掉 你毁灭 圣贤 教会 就是 毁灭了 一切 众生的 发生 毁灭 你可以 尽情去做 古报 你没有想到 二次大战 希特勒 圣机一时 那个时候还得了吗 哪里想到 四年 他就灭亡了 如果他知道 他四年之后 他要死 过破家亡 我相信 他不会 造那些 我业 历史 是一面镜子 看过去 你就能想到将来 我们自己 对人生 不容易 经论里面常讲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得人生 闻佛法 最可贵的 最殊胜的 就是 你得到解脱的机会 你得到 超越 轮回 圆成佛道 的机会 你得到一个 做 无量无边 功德利益 的机会 这个机会 要不能够 把握住 这个真的是 百千万劫 难遭遇的机缘 你要不能把握住 你要还随顺 自己的烦恼 吸气 不相信 甚交 依旧 胡作 妄为 那你真正 叫 冤枉 真正 叫 大错 特错 历史 是一面镜子 眼前 这个六成境界 又何尝不是一面镜子 我曾经跟诸位说过很多遍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以前还在工作 没出家之前 每一天都看看报纸 我看报纸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流行什么新闻 什么报纸里一些那报道的 我每天留意的是复文 我看着 天天看复文 每一天哪些人过世了 有年大 年岁大的 有年轻的 我喜欢看这些东西 看这些东西 有个警惕 他们 你看 今天走这么多 明天又走那么多 看看将来轮到我自己了 用光大使 教导学人 把诗字贴在恶头 天天看到这个诗字 我就快要死了 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我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就有这个警觉心 人之将死 其因也善了 侯比还跟人过不去 侯比还要计较呢 侯比还要造业呢 那么这个是从这一方面来观察呢 我还有这一点上根 所以在这一生当中 无论是学佛之前 学佛之后 我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物业少了 我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真正会做到 这个物业通通都没有了 我的目标 是心地纯净 言行纯善 我走这个路子 我知道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能够得到一天 得到两天 得到七天 心地纯善 纯净 这是无量功德 这个才是真实的 是带得走的 这个事出事间 一切法 没有一样 你能带得走 佛法里都说的 万般降不去 唯有业随身 我们不能不留意 所以贫苦这两个字 我们一定要落实在 道德 智慧 我们的道德 非常贫乏 我们的智慧 非常贫穷 所以 你才会随身烦恼吸气 跟一切众生 横结我缘 等念冤情 不念旧悟 不增我人 这三句是化解 内在与外在冲突的 波尔法门 也是一个真正修行 亲近平等觉 最高的指导原则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他的 祈求 决定是 清净 平等觉 那要修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就决定 就决定不能把 一切众生 不善的心形 放在自己心里 那就错误了 那自己的清净 平等觉 就变成 一切众生 不善 卧夜的 啰嗦桶了 你说这个人 哪里会有智慧 这就愚痴到了极处 所以 聪明人 决定不会把 别人不善 这个 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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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自己心上 这是真正 聪明人 所以 我们也 不看 我的形象 而不听 我的音声 六根 不接触 我的境界 世出世间 圣人 都是这样 教导我们的 这三句是 总纲林 总原则 我们看到 这一切 不善的 行词 我们立刻就愿离 听到 不善的 这个 音声 我们也 立刻 就把它 止住 不要把这些东西 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变成自己的 心形 不敬 不善 我要修 修正尽 那要到 什么时候 才能成就 这些事情 就在我们生活的周边 时时刻刻 要知道防范 要提高警觉 这就叫觉知 叫觉悟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 第七句 无欲 无欲 过患 虽未素人 不然是落 我们就念这个 一句 无欲 无欲 欲 欲 欲望 无是标明的 五种 这就是 平常 一般人讲的 财 色 明 实 税 中国人 中国人常讲 齐勤 无欲 这都不是 自信 本句 换一句话 真心 自信里面 没有 七情无欲 七情无欲 是虚妄 七情 是喜 就是欢喜 怒 是愤怒 爱 是悲哀 乐 我们一般讲快乐 这些东西 都是感情的冲动 是烦恼 习气的 现象 往往 一般人 无法控制 这种情绪 必须要让他发足 但是发足 要有节度 古时候 圣仙人 教化众生 知道众生 无量 接来 在生死 轮回 多有 严重的 七情 五欲 这些烦恼 习气 只有大胜 大血 他们 有长时间的修养 把这个烦恼 习气 断掉了 普通人 这些东西 没有断掉 那发作的时候 也应当让他发作 但是 告诉他有个节度 不要过分 股份 是错 过去我们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一位许哲 居士 新加坡同修都知道他 他告诉我们 平常一个人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发脾气 他告诉我们 发三分钟的脾气 要三天 你这个心情 才能恢复到正常 你就想 这个对身体伤害 非常严重 人 不知道爱惜自己 就是不知道自爱 情绪上的冲动 决定对于你身心 都产生极端的不利 人 往往不能够享受他的天年 这个天年去你生下来 天然 你应当到中国古老医学里面的讲法 像皇帝内经 灵书 这个年轻时候 我也喜欢看看 看到说 那个书里都讲了 人的正常寿命 年百岁 你为什么活不到年百岁呢 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糟蹋掉了 你不知道养生之道 不知道爱惜你的身体 身体像一部机器一样 你要懂得他的性能 你要很会 会照顾他 会爱惜他 他正常寿命的是使用年百年 几十年就造他的 怎么造他的 就是情绪冲动 感情的冲动 这个地方讲 五月过患 那个过患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这里是受一受时间的限制 不能跟诸位细说 细说这个经每一句两个小时都讲不完 所以下面佛就劝导我们 虽为苏人不忍而失落 虽然这是世间俗人 可是你要记住 这个世间之落不能够远逐 尤其是现代世间之落 我们看看现在的电影 电视 这是国舞 戏剧 戏剧 音乐 甚至于现在的绘画美术 这是世路 这些东西 诸位仔细去观察 他教人什么呢 所教的全是负面的 不是正面的 与伦理道德 忠孝仁义 毫不相干 所以社会怎么会不乱 众生 如何能不苦 读佛经 读圣贤书 然后回过头来观察现前的社会 这个里面前因后苦 不难明了啊 了解之后 自己才知道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怎样公主 怎样做人 怎样帮助自己 怎样帮助社会 打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